安禄山悍然发动安史之乱 联合铜锣、西、契丹、世维、突厥等民族 古城共十五万士兵 号称二十万 以忧国之威 奉密照讨伐奸乡杨国中为借口 在泛杨起兵 掀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的序幕 在唐朝的鼎盛时期 唐玄宗为何会杨国为官 是安禄山这样一个深受宠信的胡人 悍然发动如此大规模且影响深远的判断 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件的起因 人们意见分歧很大 众说纷纭 那么这起判断爆发的导火所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 权力下放过了火 唐朝前期 朝廷在边防要地设置藩阵 以杰弱使统领军队 驻守边疆 后来逐渐推广成为制度 到了唐玄宗时期 在边地设置了十个节度使 每个节度使部 仅中有二十九万人的军队 而当时唐朝全部军队的总数 不过五十七万 节度使的边兵要比京师籍内地兵多很多 并且精兵强将都集中在边疆地区 这就形成了外众内卿的局面 节度使不仅拥有长期受自己控制的军队 还兼管当地的民政 财富很快发展成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 地方节度使能够拥兵自重 而安禄山身兼多地节度使全是滔天 更加上于贺南田 从而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第二 财富惹得货 唐玄宗即位后 力金屠制 废除科法 重视生产 很快使得唐朝更加繁荣昌盛 开创了开远盛事 据悉 国库的粮食多的 都到了腐烂的地步 手握重兵的安禄山 为了得到更多的财富 更大的权力 便趁朝廷不被之际发动了叛乱 第三 唐朝的阶级制度造成的 引发了宰相与韩族 胡人之间的矛盾激化 唐叔远就有出降入相的制度 但到了口界 密负的李林府为宰相时 为了巩固自己的宰相之位 便向玄宗提议用胡人为将 因为胡人是一族 即是有再大的功劳 也不可能入朝为相 这样 他就可以长期占据相位 殊不知此举必然引起胡人的不满 而边防重镇长期落入胡人之手 是一种潜在的隐患 当胡人出身的安禄山 得到唐玄宗宠信时 实力不断壮大后 骄横跋扈 贪得无恙的他 自然不把宰相放在眼里 而李林府也看出 安禄山的狼子野心 多次向唐玄宗表述安禄山有反叛之心 但唐玄宗却视而不见 两人已争我斗 斗得不可开交 李林府行急之下 派兵补杀了安禄山的心腹孝将 安禄山一怒之下 做出了狗急跳墙之举 造反 第四 与唐玄宗的蜕变有关 唐玄宗到了晚年 眼看国父民强了 思想开始坠落了 他开始沉溺酒色 不问正事 重用小人 姑息养奸 他把父名向张九龄 任用口密附件的李林府 魏相 便是霍端的起因 同时 唐玄宗迷恋杨贵妃 并大家封赏七家人 后来还把不学武术的杨国忠 任命为在相 掌握朝中大权 让国家权乱了套 国家腐败无私 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